港股一如所料 市一正就定 前日成交在700億元以下 昨日恢復活力 成交增至1015億元 這一回合可為給好友派定心軟 因為數度調整 19000點仍然保住 甚至有一日即使跌穿 亦能信職奪回 在證實這一關有強大支持力之後 加上入市資金略有加強 於是就做就了昨日的一個升市 恢指由頭漲到尾 收報19679點 升518點 2.7% 最高時見19735點 低位為19475點 上落300點 新經濟股與傳統經濟股相亦齊非 顯示昨日的升市相當全面 科技指數上升4.61% 國企指數升3.33% 地產指數升1.96% 工商指數升3.87% 金融指數升1.12% 連工融指數也有1.23%的升幅 如此這般 確實營造出 皆大歡喜的氣氛 在睡晚時候 當然是大家都希望見到的景象 事實上 利好消息還是接種而致的 這關乎疫情限制措施的放寬 以及對早日通關的期盼 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在北京述職 大家亦期待他會帶來好消息 因爲中央一向關懷香港 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所以有中央的祝福 香港一定可以再創輝煌 科網股有四大天王 而有人加上快手01024 就統稱之為五福星 這五福星中 大亞哥騰訊 00700 升4.1% 美團 03690 升6.8% 阿里巴巴 09988 升4% 京東 09618 升6.2% 快手升7% 全部跑贏行止 可見其敬 面對新經濟股的飆升 傳統經濟股也不是弱 雖然升幅有所不及 但能動起來 反映了本地財團 大戶的取態 也逐漸積極起來 李嘉誠全系轉省 過去大落後 昨日開始追失地 金融股方面 匯控 00005 終於約上48元關 收48.2元 升0.7元 是近期高位 內銀股也堅挺 中國銀行 03988 高收2.8元 亦是近日高價 此外 工行 電行 農行 交行等 均有佳作 內險股中 中國人壽 02628 上升2.3% 跑行中國平安 02318 平安升幅指1.3% 其他強勢板塊有教股股 內需股等 都令渣家 炒家 炒家個個連子用口面 笑到見牙不見眼 今日是長假期前夕 短線客會否回肚 是對後市的展望 是真好還是假好而定 下週一及週二均優價 下週四是期止結算 週五就是2022年最後一個交易天 埋年結 有人問 能在年底前拿下二萬點關嗎 我的回應是 不勉強 順其自然 水道自然渠成 是年底升穿 還是明年初月過均不成問題 總之 大市向好的勢頭 以甚為明確 這麼多